德國是歐洲對難民最寬容的國家 但難民越來越多 強大的壓力下 不得不全面收緊難民政策 一位有裁縫技術的伊朗難民 馬舒曼巴雅特 就因為申請庇護遭到駁回 使得原本能在一家人力短缺的 紡織工廠工作的機會沒了 還入列了遣返通知名單當中 像巴雅特這樣的勞動人力 是德國中小企業極需要 但是卻無法聘用的 而德國現在還有一百二十萬個職缺 是發人問津 德國中小企業界正在打算 要求政府改革 期望可以達到企業和代遣返者 雙贏的局面 今年三十九歲的伊朗女裁縫師 馬舒曼巴雅特 望著工作台掉下眼淚 她幾乎就要成為這裡的員工 以自己的裁縫專長 為全家人找到留在德國的機會 從事業界中 都要求我們 從事業界中 我們從事業界中 開始了 在末年 我們從事業界中 從事業界中 從事業界中 因此只能把客户的订单延后交货 今年二月巴亚特的庇护申请被拒绝 入列遣返通知名单中 二零一四年约有一百六十万难民 来到德国寻求庇护 大部分都来自中东及非洲 有超过十六万六千人申请 迟迟没有下文 因为庇护被拒绝 但没有证明文件 德国无法遣返他们 更糟的是 这些待遣返者的祖国也拒绝接纳 成了名符其实的人囚 巴亚特他的丈夫及两个女儿 改变宗教信仰 弃伊斯兰改姓基督教 遣返后还可能面临报复 德国数百家中小型企业 急于征求像巴亚特这样 有一技之长跟经验的难民 以补充巨大的劳动短缺 但往往只能眼睁睁 见他们申请工作许可证 遭驳回 根据联邦劳动办公室的资料 德国现在仍有 一百二十万个工作机会 他希望跟他一样的雇主们 能为自己的需求发声 并且被听见 现在企业主门正立促 德国政府改革体制 改由各联邦政府自行裁决 希望善用这些 待遣返者的劳动力 以符合企业需求 也因为难民越来越多 强大压力下 德国不得不全面紧缩难民政策 根据数据 2016年约有25%的申请案被拒绝 去年更增加至百分之三十八点五 意味着待遣返者的人数 越来越多 根据企业主 移民专家及政府官员的说法 有半数外来难民 被德国人口最多的 三个联邦政府接收 而他们在这个议题上 却有不同的立场 西南部的巴顿福登堡邦 与荷兰边界的北莱因 威斯特法利亚 比较包容开放 但巴法利亚的反移民 德国另类选择党 走的是强硬路线 正打算在十月选举时 能首度进入地方议会 对此进行监督 巴雅特目前每天 只能待在家里 而他希望德国能网开一面 并以他的一技之长 做出贡献 记者黄韻玲报道